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吉阿塞区原任州议员郑爱玲及普拉湾区原任州议员黄培根接捍卫各自的选区 沙行动党主席兼戈达盛讨沙区原任州议员张建仁 今天下午在党总部移交委任状给各区候选人 不过张建仁没揭晓他将出战哪个选区 但表示不排除出战死角选区 行动党今日公布的18名候选人 其中11人是新面孔 杀人选举竞选期未到 潜能候选人的助理就受到陌生人恐吓 要潜能候选人交钱 否则将破坏竞选告示及布条 沙人民志愿党主裁 兼佛罗安区潜能候选人许丽娜 今天向警方报案时指出 其助理蔡维尼是于本月19号 在住家周围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恐吓 根据蔡维尼透露 他并不认识该名华裔中年男子 对方在住家附近拦截蔡维尼后询问 谁是人民志愿党佛罗安区的候选人 当他得戏是徐丽娜后 便要求向徐丽娜索取500令吉 否则将在竞选期间破坏他们的告示排挤布条 徐丽娜说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此类状况 为求自保他今天与助理及其他竞选团队成员 一同前往警局报案 在美里人典党斯拿丁支部主席 拿都斯里、李锦胜 巴扫支部主席拿都陈超耀 及铺子支部主席于小山 近日共购买9份提名表格 李锦胜是原任斯拿丁区州议员 陈超耀则是原任巴扫区州议员 余小山则胜船将上阵扑阵州选区 不过在巡集是否为战将人选时 余小山仍一如既往重申 交友党中央定夺 沙首长拿都巴丁一阿邦佐哈利 日前到访梅里时 已经点名李锦胜及陈超耀将在园区守土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疫情进展 下个月今日新增144中冠病确诊病例 同时通报三中累计死亡病例 死者年龄介于49岁至75岁 在新确诊病例中 国境站59中 梅里18中 明都鲁13中及施屋10中 其余17个县的确诊病例 则属于各为数 在144中确诊病例中 有52中来自无症状组别 87中为轻微症状组别 而5中病例则属于第三第四及第五组别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哈喽 你好 我是Dino学长 今天带你60秒快速了解精英大学 好 University 全名为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Philosophy 自1986年建校至今 以卓越的教学与实资 已经发展成马来西亚高等学府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秉持者 让学生透过教育 协助人们踏上成功之道 并开创成功人生的校园 这里是一所具有高质量 和领导文化的大学 并着重于良好的学术标准 持续改进 以及学生和职员的人才培育 成为一个能提高职业发展 建立终身价值观 和成就个人的学习体验平台 这里特色是一所城市校园 可以从国共交通直达校园 目前校园拥有两所校区 一个在白沙罗岭 另外一个在书邦 两所校园都各具特色 提供学生完善的学习环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精英大学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 我是Demo学长 我们一起成长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